- 散戶變大戶跨出財富自由地步 大家好我是Sandy小老師 歡迎回到散戶進化論 宅經濟概念股從去年2月開始 就是炒得非常的火熱 炒得非常好 因此也是讓很多人趁機大賺了一筆 不過你有想過嗎 如果把宅經濟概念股放到現在這個階段 一樣可以讓我們賺到紅包嗎 趕快就來請教王波了 歡迎王波 Sandy好全國的同學們大家好 好老師 這個宅經濟概念股 就是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 但是我有個疑問 宅經濟概念股它不是已經 好像沉寂了一段時間 為什麼今天還要再把它拿出來講 沒有 沒錯 因為通常會拿出來講 一定是有同學們在Ninead裡面問 對 什麼圓缸 圓展 視訊的概念 或者是有一些比方說像遊戲的股票 那當然就是很多的同學們想說 最近怎麼樣 最近有一些防疫的升級 防疫升級之後 是不是這些宅經濟的概念股又會起來 可能會起死回生 搞不好啦 因為有的股票 你說像圓缸 腰斬 那個股價跌了一半耶 然後那個圓展 股價快差了前面那個100 那個1耶 所以最近就有很多同學在問 他們是不是有機會可以上來 對 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我們要跟同學們做個專題 讓同學們了解說 現在是這個機會 如果是機會的話 我們要從哪個角度去觀察 然後呢 因為現在 距離所謂的農曆的那個 過年的封關前 不到一個月了 對 如果能夠賺賺紅包 也是不錯的一個操作 一個好選項 一個好選項 那老師我們的節目 就是畢竟 還是教學跟產業為主 當然就要帶一點時事嘛 對不對 那如果想到這個宅經濟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宅經濟 其他的周邊產品 還是都跟科技類型有相關嗎 所以一定要提到這個 就是在美國每年1月呢 都會舉行的 消費型電子展CES 對不對 沒錯 那個CES啦 我想每一年它只要一開展 它就會有一個產業的趨勢 它就會說明說 今年的趨勢可能往哪邊走 對對 或者是說這幾年的一個趨勢 它會有一個新的開端 所以我們如果 把那個CES2021剛過嘛 那個已經展覽剛過 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覺 最大的不同是 線上參展 對 因為怕人多 人多聚集 聚集 然後會有一些擴散 對 它是一個數位轉型 甚至不排除以後 它還想說 如果這樣成功的話 然後也不會影響到CES的運作 以後搞不好就每年都來 線上參展就好 也不一定 對 也不一定 然後我們從CES裡面 我們大概看到幾個 所謂主題重點 包含像5G通訊 我們之前也講過一集5G通訊 然後講相關的ETF 然後跟同學們說 如果有押回來 你應該繼續存 繼續買 結果那檔ETF 後來變成市場最夯的ETF 那我這邊賣個關子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那一集 然後包含人工智慧也好多年了 健康招募當然是 整個一個相關的防疫的主題 那當然包含像智慧汽車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我們前一集才講電動車概念股 電動車特斯拉嘛 然後Apple Car嘛 好多股票就這樣衝出去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產業在 發動的掌聲的過程 一定有它的理由在 那我們就從這些 要注意的關鍵裡面 我們把機會找出來 那同中我們能看到一些 未來有機會的個股 這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當然大家最想知道 特別是有好多同學 其實真的很多同學都在 9.8 我覺得有些同學可能比較不好意思 在那個 其實我們節目下面有留言板 大家也可以留言 就是大家可能不好意思 怕其他人看到 大家可能比較害羞 怕自己問題可能太笨太蠢 沒有笨或蠢 賺錢比較重要 都跑到王博的9.8去留言 然後問股票 好 好 其實 因為問圓鋼圓展人非常多 那時候圓鋼圓展就是所謂的 那個影像的一個相關的題材 是 所謂的那個視訊 視訊盒視訊卡 好 那個股票疊那麼多 你看這邊好像要漲不漲 我覺得 如果他們要漲很重要一檔指標 我們就看松翰 那個547的松翰 如果這一檔股票能夠什麼 能夠領先衝出去 我想那些所謂相關的概念股 就有機會上來 那松翰本身怎麼樣 是額溫槍還有所謂的視訊影像IC 那打播可以把這張字卡放大一點 給同學們看 你可以發覺說它的一個線型架構 就比那個圓鋼圓展強很多 所以一定要領頭羊 你看又有所謂法輪回來買 那當然它的一個優勢就是說 它MCU的產品已經漲價 那再加上它有所謂的那個 光學辨識的那個技術跟專利 所以 同學們如果看到這檔股 要慢慢上來 那也許 圓展跟圓鋼就有機會怎麼樣 就有機會做一個所謂反彈 但是 就像 王伯跟Sandy在這邊 常常跟同學們講的 不管題材在 後面還是要有它的營收獲利 去做支撐 它才能夠走得比較長比較久 才可以走得穩定嗎 我們也可以買得安心喔 那宅經濟這方面 除了你剛剛講的視訊 我想一定有 包含我最喜歡的這個電商的部分了 Shopping 賞品 賞品 花錢最開心了 花錢最開心 你看那個 給Sandy一個特寫 你看看剛才那個表情啊 大家花錢的時候 是不是都跟我一樣這個表情 笑容滿面 笑容滿面對不對 其實做這一集 我就問她說 Sandy Sandy 你都在哪邊 都在買 你知道我每天的休閒娛樂就是 回家躺在床上逛蝦皮 逛逛淘寶 Momo也划一下 其實沒有錯啦 其實你知道 那個網路上 像Momo 或者是東森 那個購物 其實我覺得那個 真的很熱 甚至有人團購 團購也是在網路上團購 其實最大的重點應該是方便性 對 方便性 而且如果說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避免人跟人之間的接觸 所以你看那個電商 其實電商 本來就是一個產業發展的趨勢 是 除了所謂產業發展的趨勢 讓它的業績上來之外 因為防疫的關係 讓它整個一個什麼 整個發展又有更進一步的一個成長 是 那我們來看電子商務部分 當然包含像平台 平台就是剛才那個Sandy講的Momo Momo就是富邦美 富邦美人家說它可能變為千金 就是現在 他是有機會 有機會變成千金股 現在那個台灣股票市場 已經有看到八檔千金股 千金嘛 千金就是有錢人家的那個女兒嘛 是 對啊 所以你看嘛 台灣股票市場這麼多千金 代表什麼 代表錢很多 那錢很多股市就還有機會往上 資金行情 那除了所謂富邦美之外 包含像網家 包含像所謂東森 那其實 在平台的過程當中 他們需要一個所謂最後一里路 就是運輸 所謂的那個物流 那包含像所謂大龍 包含像台華 包含像宅配通 所以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注意 一旦說發動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連抖 那重點來了 又要遇到那個 所謂的那個 那個傳統的過年 對 對啊 那傳統的過年 大家可能因為沒事 又沒有地方去 又繼續逛去買 繼續逛網拍 繼續買起來 好那我們就看指標股囉 指標股包含像所謂8454的富邦美 富邦美其實是台灣的電商網 那當然它集團的澳元 集團的資源 它營收在去年是創新高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要看電商很重要是什麼 很重要就是它的人數 會員人數都不多 會員人數就是它的資源 對不對 就像我們Gmoney的平台 訂閱者越多 對不對 大家能夠怎麼樣 能夠越熱 就是大家一個共同的原地 是的 所以大家記得按訂閱喔 當然 那當然 王柏跟Sandy的節目 記得按讚喔 分享出去 那當然MOMO的會員 其實已經破千萬 台灣才2300萬人 然後它就破千萬 至少一半以上 對啊 兩個人之中 就有一個人是會員 所以像 像有時候我們在買東西啊 我們比方說 不是那個MOMO的會員 也會遇到那個 MOMO的會員的同事或朋友 你幫我買錢 你幫我買錢 對 而且它很常就是 也不知道有什麼生日 還是什麼解禁 就送你購物金 對 你看那個 我好常收到喔 那個雙十一啊 那個活動超多的 對 還一直逼我花錢 對 你看Sandy 那個消費的那個慾望又起來 老師不要是搶掉害羞啦 過年了啦 當然賺到錢 消費剛好而已 然後其實富邦 你就看到這兩個資源 他有集團的資源嘛 然後他又去做 所謂的智慧的倉儲 去加快他的物流 那當然他的一個倉儲也好 包含像所謂的配送 都是什麼都是一條龍啦 所以當然他有優勢在喔 難怪啦 難怪那個 有一些那個法人 認為他有機會成為下一檔千金啦 那去年前上是9.51啦 然後那個營收成長 把這9.64% 那我認為其實是有機會 如果說富邦沒上來 我們要注意誰 我們要注意其他黨嗎 對啊 其他黨 要注意下一檔是不是 對啊 對啊 就是這一檔東森啦 對啦 那這一檔他 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就Momo之後就是那個東森啊 東森購物啊 東森購物 那個電視美這吵得很兇 叫你趕快買波打以下專線喔 對啊 其實各局所需啦 像我朋友你知道 我朋友很有趣啦 他說 有時候購物台喔 比那個很多綜藝節目還好看 對對對 他們好激動喔 他說哇 那講得真好喔 不買不行喔 都被洗腦了 對對對 其實我跟你講東森最近有新聞啦 就那個 那個彭恰恰 彭恰恰說 全台灣的人啊 給他一塊錢 他都沒有辦法把債務給長青 因為他欠下了 好像巨款這樣子 然後吳宗憲啊 就拉著彭恰恰去找那個 王立寧王董嘛 來那個東森購物啊 來做直銷 直銷電商 對對對 其實那個真的 讓很多的影視人員娛樂圈 很多都去兼這個副業嘛 賣賣臉 對不對 來給Sandy一個特寫 怎麼又賣賣我的臉是嗎 以後我們兩個來主持一個購物節目好了 好像也是不錯 對我們可以賣什麼 如果有機會的話 老師拉回來 好拉回來 好 那那個富邦梅嘛 富邦梅他有他的優勢在 其實東森 東森他的會員人數大概900萬 應該說東森購物的會員人數大概900萬 比富邦梅少一點 那東森只有東森購物 就是東森易得購 大概反正20 去年目前看到的新聞是 東森購物易得購 去年賺14塊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那如果說他那個 要那個配息的時候回來易住 那當然那個對於東森的獲利 就會成長很多嘛 那現在東森的現行比較弱是因為 有法人在賣啦 所以那個同學們如果要 做所謂的低階佈局 我覺得你就看法人的動作 另外就是東森易得購 有的東森購物如果他要掛牌錢 他搞不好摸一紙櫃 他也會動 所以同學們可以特別留意這一檔 所以這一檔也是一個機會嘛對不對 那我想像我剛剛講的 除了我們在家就是追劇嘛 事實的部分 然後逛網拍電商的部分 當然還有一部分的人是很喜歡宅在家打電動 是吧 對打電動啊 誰不喜歡打電動 對不對 尤其 老師你有在打電動嗎 打了打 怎麼都打 那個該排隊都去排啊 Switch啊 現在PS5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是基本的配備 基本的配備 原來如此 對不對 其實大家要注意啦 因為電競其實2022年的杭州亞運 列入正式的項目 居然他也算是運動的一項 對對對 電競 電子競技 那這也是重點啦 另外就是說 其實那個月底有一個台北電玩展 對 應該很多男生們都知道吧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所謂短線中線的題材 大家要注意 那這張字卡放大給同學們看 這是從那個國際的那個 延調機構抓下來 那個New Rule New Rule 跟電玩比較有關 2020年的那個產值是1593億美元 成長率9.3%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2023年的話 這個產業的產值會突破2000億美元 它的複合成長率是8.3% 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產業是往上成長的喔 往上成長 它一直不斷的在往上成長 對 所以這個同學們就可以去注意說說 會不會 因為可能有一些同學們 你會什麼 你會看那個 有那個電競比賽 你會守在那個電競 你看人家在那邊打嘛 那種直播好像很夯 很夯啊 還有那個比賽有沒有 我覺得台灣很熱 其實在國外更熱 真的啊 所以它可以 牽整個擴散出來的效應是還蠻大的 那指標股我們就提醒大家 包含像說 也許有些同學們會去關注雨菌 或者是所謂那個高價股的星象 或者是網絡 那其實網絡就是自貫的子公司 那自貫本身除了所謂遊戲的代理之外 它還有所謂的行銷 網絡行銷 那除了網絡行銷之外 其實之前很多那個遊戲廠商 電商在講那個所謂第三方支付 所謂電子支付部分 它也有 它的一個買卡的那個市占率是第一 那另外它就有一些 現在遊戲 遊戲也不能盜版 遊戲也稱為 當然要買正版 支持正版 對 也是叫做自財 智慧財產權 IP授權給中國 所以我覺得同學們可以注意這些 領頭羊這些相關的龍頭指標 那當然你可以發覺說 最近怎麼樣 最近反而在調節 它股價反而慢慢上去 就另外一種思維 為什麼賣不下來 那也許越接近所謂的春節 有所謂寒假 遊戲的產業 他們本身就是比較旺的一個季度 再加上電玩仔會不會推波助瀾 大家可以注意 應該是會吧 我就覺得這些都是一個很還不錯的機會 大家可以值得來注意 那我們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了 這個宅基概念股它起死回生了 不要以為它已經沉積了一段時間 其實它在2021年的商機 是仍然持續發展 包含說像我們剛剛講的視訊的部分 或是電商 還有遊戲組曲 這三個組織就是大家可以接下來值得關注的喔 那如果你今天有任何問題的話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趕快加入王博的like 是小老鼠GOD988 你有任何問題王博都會親切的回覆大家的 那我們再次謝謝王博了 謝謝王博 謝謝大家 那如果喜歡我們節目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大家掰掰